一辆大型游览车堵在地下道入口 车头整个被卡在桥上 一度动弹不得 车顶上方被撞凹陷严重 索性还能移动缓缓到车离开 31日晚上8点多 66岁的徐姓司机 驾驶这辆护砖的校车 行经凭证驱正新路 疑似对路况不熟悉 在驶入地下道时 没注意到入口限高2.5公尺的标示 导致车顶撞击地下道 造成驾驶一人受伤 而另外有一起离奇的车祸 一台浓用的空拍机 螺旋转动蓄势待发 正以漂亮的弧度飞起来 想不到就在没几秒 迎面直直撞上一辆高速行驶中的货车 台湾起步就被撞毁 离谱画面 民众都觉得惋惜又好笑 记者刘志长王洋洋桃源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